告诉您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根据路透社引述 参与马航失联班机调查的匿名消息人士说呢 据用雷达追踪数据显示 在航班失踪的当天凌晨 这架飞机呢是被人为操纵是续要飞越马来西亚 之后呢再转往安达曼群岛 而根据客机的数据行机呢 显示这个驾驶有良好的飞行训练 马来西亚的民航当局是在刚刚五点的记者会上 反驳美国所指的飞机在与地面失联后呢 还继续飞行四到五个小时这种说法 但是坦言这个收救的工作 确实已经扩大到了印度洋海域之后